780M核显小主机 我们实打实一共测试了30台 最早的是整整两天前测试的 7840HS 7940HS 然后去年我们迎来了 780M核显的第二代马家U 分别是8845HS和8745HS 到今天啊 这AMD 780M核显的第三代CPU 也现身了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了AMD RAMG H255CPU的 高性能迷你电脑 盘雷HO5 直接来看H255和8745HS的对比 CPU锐频一样都是4.9GHz 基础频率都是3.8GHz 都没有机内的NPU 它们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 这台小主机同样有旗舰级别的超级大满关接口 USB4也能PD和显示信号一线通 可以说是继承了780M核显小主机最强的优势 也有满血的HDMI 2.1和双2.5G网口 还能轻松打开顶盖 这应用性也算拉满了 那么面对市场上这些 同时都在卖的780M核显 一 二 三代 几乎相同性能CPU的小主机 大家更想购买哪一代的产品呢 盘雷HO5 装置AMD RUN7 H255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CPU 类置Radeon 780M核显 16G LPDDR5X内存 7500MHz 双M.2 P3E 4.0 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双2.5G网卡 小WiFi7 侧方Oclink接口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线缆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SSD散热胶垫 说明书 这单槽小电源 是9V 6.32A 一共120W的功率 拿起小主机 黑色塑料机身 顶盖上给了大家开盖提示 和LED灯效切换提示 机身接口 前面板 电源开关键 双USB 3.2晶2A口 能够PD显示信号 一线通的USB4接口 耳麦口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DP接口 满血的HDMI 2.1接口 双USB 2.0接口 侧面板 板载Oclink接口 底部 双侧 还有后部 都有通风口 磁吸顶盖 直接掰开 很轻松就取下来了 16G LPDDR5X内存 是板载的 2280的P3E 4.0X4的 NVMe SSD 旁边是空置的 同样的NVMe接口 还有WiFi 7 无线网卡 这里是连接顶盖的 供电接口的触点 它可以给顶盖上的 LED灯供电 进入BIOS 首页显示 16G LPDDR5内存 这里可以设置 核显专用显存大小 最大16G 这里可以手动设置 性能释放 因为想充分测试 这块CPU的最大极限 我设置了85W 温度强 手动设置为95度 这里记得也要 手动设置为85W 稳定性是我们 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功耗一开始就下滑 逐渐稳定到75W到76W之间 此时整机功耗跑在74W左右 CPU频率允设在3.9GHz 稍微有点低 在单烤的1小时08分钟内 CPU功耗一直保持75W 时温25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上升到94度 SSD温度最高上升到49度 我们首先使用 盘雷HL5助击的 RUN7-H255来装码 看看实际效能如何 最后结果是11分22秒 共计682秒 682秒超过了Ultra 5-125H CPUZ多线程6701.2 单线程664.2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部分的7840HS 和所有的Ultra 5-125H Gagbench 5多核10707 单核1837 多核成绩与Ultra 5-125H差不多 Gagbench 6多核11561 单核2507 仍然与Ultra 5-125H差不多 Cellibbench 223多核15952 单核1596 多核成绩超过了部分的7840HS 和全部的Ultra 5-125H Cellibbench 2024 多核859 单核101 多核成绩超过了全部的Ultra 5-125H PASMARK多线程290018 单线程3831 多线程超过了全部的Ultra 5-125H 综合来看 目前这台Panel HO5-H255 CPU多线程性能在780M核显中稍微靠后 但超过了Ultra 5-125H 接着炮娱乐大师 总分1379,937 CPU得分820,659 我们还给这台H255运行了OpenW测试 AES946,259 XX20382,658 CORMARK472,046 在CORMARK成绩上 很可惜没有上50万分 接着玩游戏 低频线5 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90多帧 复杂场景70多帧 很不错啊 低频线41080P超高画质 开了两倍抗拒尺 80多帧 英雄联盟 4K中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100帧左右 原神1080P高画质 跑起来 战斗起来 稳稳60帧 黑神画悟空 使用游戏中的 性能测试工具 1080P 自定性画质 超彩开到50 开启增生层 最后结果是 平均64帧每秒 实战一下 开启增生层 开启增生属 一 tryna一嗎 开始 冷凍 suddenly 一阪 卖 现在 跨幽州 everyone 放 Marcus 藍bo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Radeon 780M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先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最高93.8度 SSD最高65度 很可惜板摘内存没有温度传感器 看一下3DMark的图形得分 Time Spy 3312 Fire Strike 9426 Steel No Man Light 22.18fps 稳定度98.9% 我们把3DMark的数据做成图表 H255的各项成绩 全部位于780M核显图形性能榜首 说明我们这台780M核显小主机 卡游戏是比较好的 跑Lama 3.1 8B大模型 还是探测色变成 跑到了45.26TOKEN每秒 这也是780M核显小主机的最好成绩 这可能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 7500MHz的LPDDR5X内存 只比板在同样内存的HX370差一点点 显示接口输出 HDMI接口最高支持 4K144核子 10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满足满血的HDMI2.1标准 USB4和DP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核子 10bitRGB显示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USB4和DP接口能够支持 4K160Hz的10位RGB显示信号输出 索利OLED电视 连接HDMI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120Hz的10位YCBCR444的非压述信号 原厂NVMe硬盘测试 5200Mbps 入门的PCIe 4.0X4的存储读写能力 WiFi测试 MD7925WiFi7无线网卡 跑上了840Mbps 算是我的WiFi6无线网络环境中很好的水平 螃蟹2.5G网卡 我们也使用了Apple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5G 跑满了带宽 这块2.5G网卡没有兼用性问题 盘雷HO5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H255CPU 7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追高功耗80多瓦 待机最高功耗7.1W 按上面的这些结果 120W的单槽小电源 轻松搞定 室温25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35.6度 SSD待机温度38度 这台小主机 75W性能释放 CPU满载的时候 机身噪音是42分贝左右 收费在耳边是接近38分贝 算很安静了 盘雷HO5 迷你电脑 装置了8核46线程的H25CPU 75W的性能释放 CPU多核性能在所有780M核显小主机中 算靠厚的 但它的锐质核显 图形性能 一记绝成 轻松登上所有341台 780M核显小主机的榜首 这台小主机的接口 仍然是最完美的旗舰大满观的水平 双NVMe 双2.5G 三高刷显示接口 还有板载的 可以外接独立显卡的奥克林克接口 USB4接口 可以PD显示信号一线通 而且16G1T的配置 国补到手价才2500元不到 各方面来看 这是一台非常优秀的 性价比旗舰迷离电脑 缺点吗 我认为还是手动设置最大性能释放 不大好 应该预设好几档给消费者才方便 总结一下 75瓦性能释放下 它是一台综合性能不错的 MDRAM7核显小主机 特别突出的是核显图形性能 达到了780M核显的最顶峰 散热稳定 精英优秀 有超级大满观接口 USB4能接入PD电源 并输出DP信号一线通 接口和硬件功能性 达到了迷离主机顶级的水平 这是一台设计做工 散热精英 接口和性能都优秀的小主机 叠加裹补后 价格真不贵 我们对这台盘雷H255小主机 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